嗨,我是路人 大家在人生中曾经有尬到爆 想当场尖叫的射死现场 今天,要来讲几则尴尬到兔的小故事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这次分为上下集 下集还会加入观众投稿的尬爆小故事哦 那就先来讲第一则故事 请阿嬷吃饭大方决词事件 之前去台北,我都会请阿嬷吃饭 有一次请阿嬷吃饭时 阿嬷,我回来的,请你吃饭 买啦,我抢啦,我请啦,我请 买啦,我抢啦,我请,我请 好,好 然后我们每次都到家里附近的餐厅 走路就可以到,到餐厅后 我开始大放厥词 来,蛤蟆,进去 你要点什么都可以,我请 啊?哇哇哇哇哇 庞人对我刮目相看 那我点,就糖出排骨 让我点,就糖出排骨 煮控宝鸡丁,炒水灵 青葱炒豆腐,炒高粒菜,酸辣汤 来,阿嬷吃吧 这汤我且 哎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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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侍迟 我,侍迟,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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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家即将吃饭 于是我非常思想 你們慢慢吃 我先去結帳了 好 我手伸進口袋拿錢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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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包放在家 我 我忘了戴錢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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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付啦 我有戴錢包 我 我回去再還你 結果 後來是嫂嫂去結帳 結帳時 我站在後面 阿他剛剛不是要請 呃 他怎麼是別人戶全 呃 結果他沒有請哦 他真的很奇怪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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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超級射死現場 有些來吃飯 還是家裡附近的林區 全部都認識蛤蟆 丟你丟到蛤蟆家 阿哥世界 這是一個在大學時期的故事 在大学时期 我未见抓到可以随时打嗝 就打嗝的技巧 首先就是将双手举高 慢慢吸取 吸取所有生物的元气 凝聚成一个巨大的蓝白色能量球 在喉咙之中 然后将双手一举 将能量一次释放出来 于是我就表演给小曼看 哇 怎么办到的 就把空气吞进去 打嗝 打嗝出来 咦 咕咕咕 呃 呃 没办法 好像不可以随时打嗝的人 因为我们独步同校的关系 如果要出去玩 两人会相约在捷云站集合 有一次在集合后 我想上厕所等我一下 哦 于是我就在原地等 小曼上厕所玩 感受到有一股能量 在自己的喉咙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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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那个人根本不是我 只是跟我穿的很像的阿贝 阿贝一脸一糊 以为自己遇到疯子 而我就在他们后面 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我看了 上下 千有头稿 助手投稿他朋友的故事 听完后直接决定 把自己的故事放到下集 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生鱼片事件 这个故事的事主 化名小光 当时肯定出现一间 很有CP值很高的生鱼片店 小光一家很想去吃生鱼片 于是全家都跟公司请假 不过妈妈阿花 跟公司请假的理由是 不好意思 我今天要请假 我肠胃炎 好痛 你快点去休息 猪花 当天他们吃饱所有生鱼片 从太平洋吃到大西洋 从大西洋吃到印度洋 来回吃了两三个小时 快起快乐 快起快乐 一眼都没有眨过 吃饱喝死后 满足的开车回家 救生鱼 隔天阿花上班 阿花 啊生鱼片好吃吗 嘿啊 好家吗 什么生鱼片 我常喂人呢 现在不能出来 你看看这个 原来是当天刚好有媒体采访 直接拍到他们全家人在吃生鱼片 而且还吃着浸浸油味的画面 好是吗 有一次我在朋友家喝醉 很爱捆 哦我太醉了 可以睡你们家吗 好吗 啊 好晕得哦 哇 这是床吗 好软哦 睡觉 早上起来 我发现我睡在朋友父母床上 还是在他们中间 啊 因为时间关系 上集就先做到这 下集 直接给大家更紧胞的 尬包现场 你也有让你尬到土 尬到当晚睡不着的 设施现场 快 快留言分享你的故事 让大家一起笑你的 如果喜欢我分享奇人意识 记得按个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奇人意识故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